大家好,各位早上好,晚上好,无论你们来自哪里,非常欢迎你们的加入,非常高兴能跟大家去分享来自各个MIT,全球网络的中心。 我们今天谈到AI驱动的供应链,让我来分享我们的屏幕,然后能够进一步的讲解一下,大家能够看到我的画面片,是不是?好的,非常感谢你们。 那么今天我们有专题讨论小组,他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研究团队在AI应用方面的情况。 这些都是一些应用,我们去跟你们去分享,AI是我们当今供应链的一个现实。 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专题讨论小组。 首先是Yasel Costa,她是一个Martindale大学的工业工程师。 然后她从德国的机构奥特邦获得她的这个博士学位。 她的研究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个话题,其中也包括可持续的作业,绿色环保车链啊,等等啊。 她是Saragosa物流中心的PhD的一个主任。 非常欢迎Yasel,下一位的专题讨论小组成员。 我们很高兴来参加我们,她是来自卢森堡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中心的助理教授。 她的研究质重点包括优化和不确定性的这个诱用,是非常一些非常人感兴趣的话题。 她是来自我三期读科技学院的那个PhD。 那我自己叫Maria还是Sanchez,我是来自MIT数据供应链转换实验室的主任。 那么同时也是MIT供应链管理术士学位的一个实行总监。 那我在03年就开始进行全球方面的工作。 我也非常自豪我们现在所担的工作,来重复我们供应链的未来。 到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MIT的全球Scout网络。 我们是中心是遍布全球。 我们在东间是在MIT,然后我们也有Saragosa,中心卢森堡, 然后在中国也有那个供应链的中心。 然后在哥伦比亚也有CLR,那就是Lamity一系列的大学和机构的一个网络。 我们有十多个教育群的一个数学位啊,或者是高管培训的支出啊等等啊。 八十多个研究人员、教职人员遍布全球,一起致力于物流和供应链的方面的工作。 我们能够把未来供应链的这个未来去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们就是要同时要形成这个合作关系。 每年的话,我们教育两百多名学生,然后我们在全球有很大的这个校友的网络。 他们每年都会来去MIT,所以我们想要强调,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那今天是一点,我们时候我们有跟着Mitian会谈到社会的供应链网络,看到AI如何去,在这个更好地去服务我们的社区。 请大家到CDL的活动的网页。 请大家去登记这些会议,然后我们就是把我们所有这些洞察跟你们去分享,跟你们的挑战和去给我们的感觉的分享。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时,我们要跟我们的日程安排,我们首先,我们有一个panel的dynamics,我们有三个案例研究。 然后我们再来谈谈Dell如何在领先供应链,那么使用AI。 然后,他会谈到一个生物机力的AI来优化递交路线,这个是在Samsunite新修力。 然后,第三个案例,阿Gelko-Ticket,他会谈到数据驱动的一个科学区动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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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区动物。 这个决策也是使用AI,它的效率和解释率。 最后的话,我们跟大家来一个就是专题讨论,希望大家能够把你们的问题在聊天的问答当中提出来。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问题提供出来。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了。 几个星期之前呢,我们在MITECL,我们差不多60个研究人员都得差不多两个小时来讨论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方面。 我们基本上每个定义的话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为什么呢? 因为NIR可以解释为是我们的这个灵感。 那无论是我们谈到什么样的一个应用。 AIA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什么样的一个交点。 这是我们认为是一个好的这个理解。 那我相信你们还有其他的应用的这个定义,那也是可以的。 我们不是要在这里来探讨这个定义,因为现在这个应用是如此的广泛。 那么AI是如何的广泛,是如何难以有一个定义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机器啊和数学来进行认知的功能。 那比如说这个AI如何去帮助我们去理解如何更好地去使用AI。 同时跟环境的问题解决是相关。 所以我要很快地跟大家过一下,因为我们要时间清凑。 然后还要理解AI驱动的数字供应链转型。 然后考虑我们这边是看到的内容。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就是DEL的这个案例。 那么现在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转型实验室呢。 那么我们理解AI的这个供应链。 它是AI作为一个技术。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算数。 Cobots或者是机器人等等。 我们希望数据去转型这个供应价值驱动的端到端的这个供应链。 我这边想要强调两个关键词以及价值。 然后还有端到端的供应链。 那么很多公司是在做端到端。 我们来看看DEL,DEL如何做端到端的。 当我们在公司中所观察到的话, 他们有应用AR上面有不同的挑战和困难。 特别是端到端。 这个是越来越更复杂。 所以我们要观察到Francestein按向过的一个挑战。 他们有不同的AI的组织部分。 一个是我们最后一里路的一个递交。 一般AI它是需要分立的一些部分。 那么需要把它去细化。 这是一个旅程。 他们可能要多远和多年的努力才能够实现。 现在差不多已经五年。 他们不断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不过他们是有Francestein的效果。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挑战的公司。 可能会过度测证于技术的不扩展性。 所以就是来获取优化我们的成本。 因为我们自己的想法应该是掌揽。 如何去做最后一里的一个交付。 以及在上述的一个最后。 所以技术能够帮助你们去更加的有效。 然后测证重点不是技术。 测证重点是如何去掌握我们的交货的一个流程。 那么AI如何去能够帮助你们。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远景。 最后我们谈到其实不可扩展性。 公司呢他们可能会做这个试点原型。 这个是很棒的。 但基本上是基于非常有动力的人民。 不想清洁,而且有细化的这个数据。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公司有这个能力来去把它扩大。 然后就是去可以做的更多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些流程等等呢。 所以不能就是扩展的能力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呢也是即使在非常成功的公司里面呢, 尤其是像AI的话。 他们就是非常的希望可以就是进行各种不同的探索。 然后然后这些都很重要。 我们来讲讲关于就是Dell。 然后呢在2017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数码供应链的这样子的一个改革呢。 然后当时他们就问我们说科技和技术可以怎么去帮助他们去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和达到他们的愿景。 专注于他们的这个策略,还有他们的表现方面的预期。 然后他们在就是很短时间里面呢就加倍了这样子的效果。 那我们来现在讲讲他们的承诺。 我们来讲讲说AI的部署就是尤其是他们在连接上面, 他们的领导力还有愿景还有策略等等的表现等等, 这些都很重要。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原因。 就是做对的这样子的一个承诺是很重要的。 Ventura的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呢就是在Nostar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呢, 他们就是在一开始就有了承诺。 所以他们就是跟客户说了有100台的这个电脑作为这个零售。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4天里面就达到了这个目标。 就是他们之前就已经可以做到了。 他们可以就是去监督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承诺, 看看他们做得到。 然后他们可以就是监管之后呢, 然后就可以不断的往下扩展, 然后去看他们的这个做法, 未来的做法, 来分析他们的AI方面的任何的就是根基的这样子的分析。 比如说然后这个做法呢, 可以让他们已经非常强而有力的这个工具呢, 有更多的这个超前的超棒的这样子的一些表现, 这是非常有力量的。 所以Dial也是差不多一样了。 然后真的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他们在就是衡量表现的方面呢, 就是看他们的商业模式的表现的时候是非常的有趣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就是已经达到了就是AI可以提供的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的效率。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North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定义AI就是驱动的供应链的这个改革。 我们的期许的价值, 还有他们的承诺。 我们要来看看他的整个的承诺的这样子的量化。 他们希望可以把他的KPI量化。 然后他们就开发了KPI这个是面向端到端的这样子的一个KPI。 然后他们有了这样子KPI的这个就是指数之后呢, 他们就来就是从全球收集了各种不同的百分比和数据, 然后再来看他的比例。 然后他们有了这样子的承诺呢, 他们就做得非常的非常的棒。 这是端到端的。 而且呢, 他们已经部署了不同的这个就是部分的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然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也期待了未来可以有更好的这个价值和量化的价值。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方面非常完美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数。 它不是只是那么简单的就是时间方面的数据而已。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可以看到KPI呢, 就是可以就是一个主要的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数。 然后他们可以把它就是扩大, 他们可以把它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更加的扩展。 我们作为AI的学习者呢, 我们被期待要学习。 然后我们在期待着很多的各种不同的这些指数 来告诉我们什么部分是需要去改进, 是需要去观察的。 然后我们也要去看看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研究这个部分。 我并不是说在推动说这个TLI的这样子的一个评分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这一些东西呢, 就是把它改变,对不对? 这些钱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需要看看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金钱图表。 然后最终呢,我们要看看他各种不同的影响力,对不对? 然后我们从这个开始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就是承诺。 所以我们来看看说, 我们怎么把我们所有的工作呢? 就是以这个利益来就是进行呢?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供应链,对不对? 然后我们需要去就是兼顾每一个人的这个贡献, 看看他自己最棒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数。 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承诺是不是已经达到。 然后你可以看到AGI已经是有好几年的出现了。 然后在这个承诺之前呢,我们预期或者我们预测呢, 就是在AI在实施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活动可以去做可以去做的行动。 然后我们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可以去使用。 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一些预测, 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就可以LT的这样子的一些预测, 还有SE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些能等等呢。 那在讲到这里呢,我已经讲完了我今天的这个演说。 我们要讲得很快,对不对? 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动力, 然后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就是参与。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例子就是让我们的这个Costa博士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看到我的屏幕吗? 非常棒。 谢谢Maria,我非常高兴可以在这里。 可以跟大家一起。 我从你的刚刚的演说呢,学习到了很多。 我真的在AI方面呢,我有另外一个定义。 当然它不是一个科学小说,对不对? 我很喜欢有关于学习方面的这一个学习。 我们觉得AI是学习从不同的这个资源方面呢, 去进行有创意的学习,对不对? 然后今天,这就是我今天的呈现的主要目标和目的, 来如何更好的去使用它的内容。 如果你尝试再去看看一下各种不同的AI基础的这一些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有两个部分。 关于我的,至于我的理解,就是说很多呢, 就是跟这个知识方面的探索有关的。 然后很少的这一些应用程序呢,就是在一些传统的问题上面呢, 仅仅只是进行优化而已。 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自然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提醒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就是非常有创意的知识。 然后在各种不同的行业。 当然,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的就是生产的行业啦, 还有生物然后的行业,还有就是自然行业等等呢, 他们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需求在学习方面。 然后我们就是在我们很多的这些知识方面的探索方面, 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个就是neural network嘛,对不对? 就是它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生物学, 还有生物电学的方面相关的。 就是很多它是来自于自然灵感的, 关于我们大脑一个复杂的神经元网络等等呢。 这些可以通过更多的这个就是人工智能呢, 来去学习。 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它有很多的收集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能力和这个学习的能力, 所以他们的资源是会比我们人力的去进行的更好更多。 在很多的案子里面呢,我们听到了就是说关于CHET-GPT, 然后我们知道CHET-GPT背后的算法等等。 我们知道它是,而且我们现在知道神经元后面是有就是成千三万的这样子的神经元, 然后就是通过多个相互连接的神经元组成的这个系统处理信息。 所以它并不是完全在这个等等。 它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运用程序方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些自然啊, 就是方面的非常有名的自然来源。 比如说很多的就是来自于就是基因的算法等等呢, 这样子的一个启发。 然后很多时候就是让我们很多人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方面去学习, 然后去开发或者就是扩展。 然后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内容是就是背后,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出他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可以找出不同的解决方式。 然后让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交叉的这样子的一些解决方式或者更好的更好的识别或者是更合适的这样子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你看这一个特定这一点有父母呢,就是有四个就是不同的这样子的filly size, 然后呢有三个。 然后我们觉得一个更好的这样子的适应性的解决方法的就是就是整体的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尝试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不同的这样子的启发呢。 然后更好的就是在我们最终呢,就是可以不断的找到更短的这个路径来去解决一些问题。 当然,这个人工智能呢,这里呢,它可能也是会有很好的一些就是减少反打步骤的一些方式。 因为它可以帮你去选择最好的路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例子里面呢,当它知道就是随机的选择了最短的这个路径的时候, 它就会让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就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路径, 然后就是就是专注的去找寻这一些不同的。 所以SWAM的这样子的一些智能呢,就是帮助我们可以解决很多这些传递方面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矩阵。 如果我们这里有各种多元的这样子的端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些房间。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解决方案的这个空间就是传统的来说,可能就是一些传递的问题。 但是这里可以看到,它让我们可以预期去看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和在这一个实际的问题这里。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智利还有智利的Santiago,我们有一个就是实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每一天的就是发货的整个的流程。 我们有350个客户在各种不同的这个地域。 然后我之前讲过说在TPO,这个是基本上就是在传递这个产品或者发货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挑战,因为他们会根据这个距离呢,来去收费。 传统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会讲就是这个运输空间的这个能力。 然后我们会跟客户呢,就是签署合同,然后客户非常清晰的就是强调说他们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空间,然后时间,然后他们就是有时间的限制, 然后在整个优化的过程之中有时间的限制, 所以有时候客户可能在当天的某一个时间点要取得货物。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但是通过人工智能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我们有一个互动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架构,我们叫做Dynamic B, 然后就是可以解决整个路程的这个问题。 这个AI呢,可以通过学习呢,去找出最便捷的这样子的一个运输的路程。 当然在学习的过程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它整合出来的这个路程呢,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所以他们当然在如果这个送货发货晚了的话,当然是会有一个惩罚性的这个结果的。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就是PRP的这个我们的行业里面,当然觉得它不是一个小问题。 比如说超过50个客户的话,需要50个客户需要发货的话,那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了。 这是一天之内的这样子的发货的路程。 那尤其是在FlipSide。 那自从业务角度,如果做一个决定,有八个卡车来完成这个送货。 第二是AI驱动的,那么也要使用这个降低这个我们送货的一个车队。 达普多斯在38的这个成本的降低。 那我要就是之前我们这边有一个总结我们这个路线图。 那这本上十天,我们实际上就可以能够有就是节省这个十本。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车队车队的一个规模啊重要的一个降低。 那基本上就要寻求这个优化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跟传统的相比较。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化。 这是我们如何使用这种方法来应对非常频繁的问题。 以及入流方面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的话筒交给我的同事。 非常感谢你,Maria。 谢谢。 大家看得到我的幻灯片吗? 非常感谢。 那我可以开始吗? 大家好。 我来跟大家谈一谈效率和解释相关的这个数据驱动的AR的决定。 尽管的话就是我们这两个之间有一个权衡。 我来跟大家展示一下达到效率和可解释性可以同时进行都是可能的。 那我跟大家也讨讨论的这个项目跟供应链和物理并不是直接相关,而不是分配来源的这个问题。 那我专利的话这是一个类似的数据驱动的解决方案。 其中也包括这个供应链和物理方面的情况。 当我们谈到, 基于AI的这个决策就是谈到效率和可解释性。 它基本上涉及到就是近代扩大我们的 。 而在我讨论和解释成本, 那可解释性并不光是要理解这个模型, 还是很重要的这个决策方面。 这让我们能够相信模型所做出的一个决定, 让我们执行更加容易。 实际上在我和从业人员的这个互动当中, 藏着物流和能源这个角度, 他们对于表达, 他们不想要一个黑盒子去做一个决定, 而是要理解这个决策的程序。 除了这个使用有这个信任的可解释性, 就是很重要的是那个人机的合作。 如果人能够理解这个决定的话, 他们就可以做相应的这个调整。 AI的效率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可解释性是有一些顾虑, 比如说一些法律方面的诉讼。 同时,法律师罗阿克银行这边, 他有谈到AI的决定, 可能会像人种等等方面的话, 会去歧视人。 这个一般是在效率和可解释之间的一个权衡。 这个模型越先进, 一般能够提供更好的决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更加先进的模型, 比如说考虑 gradient boosting 或者neural network, 这些是可解释性没有那么好, 特别是相对更简单的模型来说。 比如像线性的回归和决策术, 那我要谈到侧重于学习的一个政策。 还有比如说像洛杉矶的这个就是流浪汉。 那我其实要谈谈这个供应链和合作物流, 这个实际上可以应用于其他的资源和能力的配置问题。 那么实际上我们要执行的是, 是建立类似的数据驱动的解决方案的框架。 那比如目前是注重于货运收入管理。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洛杉矶, 这个就是流浪汉的住房分配等等方面。 那我们现在有7万5千人的流浪汉。 而这个住房单元是非常有限的。 LASA currently uses a vulnerability tool to decide on how to prioritize people for the use of people. 那么如何要去决定啊, 如何去设计人员这个优先配置。 所以他们要完成他们的问题调查。 比如说有多久没有能够在一个固定性的住房里工作。 所以这些答复的话就是能够计算脱弱分数。 不过现在是目前的这个系统并没有是跟这个结果或者是能力相关的。 我们的目的是在此相当使用数据。 那比如说洛杉矶郡的是流浪汉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 在了解这个相关的政策。 尽量的扩大我们的结果。 那同时还考虑到能力的限制和公平, 特别是跟人总相关的。 我们提供非常简单的一个决策。 在这里不同的住房资源的这个线索。 在这些人到了这个系统, 他们就要去等待这个资源。 如果他们获得资源的话, 他们就可能就是不再成为这个流浪汉了。 我们就使用可解释性的那个参数模型。 比如像这个物流回归来预计这个可能性。 再来确保不同的这个公平的这个概念。 我们实际上可以有调整这个机会成本。 那比如说那个降低少数族裔的这个成本。 我们实际上的管理的话, 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数据。 这边显示, 这边显示它的一个百分比, 特别是退出有家可归的这个方面。 这边结果的这个少数族裔优先表明。 我们希望这些少数族裔的人们的话。 那比如像我们这边考虑黑人,西班人, 拉丁裔这些人作为这个少数族裔来看的。 那么这个比较就是跟历史的比较是有一个改善。 数据的话表明每年的话都有三百多个更多的人就是不再是流浪汉了。 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能够讲太多。 最后好想要提到PB1N, 我有谈到这方面的内容。 就是如果大家有进去的话, 给大家可以在网页上去看到我们的这个录像。 最后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基于这个数据的方法用于来资源配置。 这个其实可以使用于其他的资源能力。 就像我前面所讲的,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一个类似的一个解决方案, 来用于这个货运的管理。 我预计几个解决方案能够纳入一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比如说我们谈到是供应商选择的一个情况。 那么至少所有购买的产品的百分之二十五的话, 是来自律师克的供应商。 非常感谢我在问答阶段。 我们再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非常感谢。 真的是非常棒。 我们的时间非常准时地显示我们的承诺。 我们这边有很多问题。 我想要足够的来看待。 那么希望回答的时候要简洁。 能够尽量回答尽量多的问题。 Costa来自Sanita Ray。 他建议这个实用化。 这是你们所做的事情。 你们有其他的也是一样受欢迎的呢? 是的。 出于时间问题,那我就简化一下这个答案。 我们提议其他的变量和探索。 其他的解决方案的领域。 我们会检查更多解决方案的一个变量。 那么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没有人问,比如说是否能够改善这个C-Plex。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解决方案。 而且是非常优化的计算时间。 也是相同的。 所以有很大的改善。 非常感谢的问题。 非常感谢你们在我的MIT的这个讲话。 。 如果是从人工智能去防止或者顾虑去不好的一个数据。 。 所以谁想要回答呢? 来避免这个恶性的情况。 我会回答我想要做的事情。 。 那基本上有很多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方法。 来应对这方面的一个噪音和不好的一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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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个是那个安证规划或者是优化, 我觉得非常难以说哪些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有方法来做, 尽管你们不能够想的话, 那你可以对于你们的解决方案进行这个鲁半化。 还有一个问题, 关于是代尔的, 那么价格分析互动或者是一到一的价值链, 这个在SOP当中如何是进行的? 这个应该是只是端到端的这个供应链的组存部分, 那么应该有这个可预测的一个价格, 而且的话就是, 那么就可以如何去预测这个价格会如何去改变。 这个不是仅仅就是一个供应链的功能, 它是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但是它可以就是更好的去评估这个AI, 这个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趋线, 就是因为价格是会改变的, 所以这个就是预测应该可以了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改变, 这就是改变就是有一些各种不同的这个就是变数, 可能电脑的这样子的一些改变呢, 算法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到, 所以就是在你可以了解的这个信息之内呢, 你可以去了解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所以从这个供应链来说呢, 他们可能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这些能力算法, 真的这个答案, 你如果有更好的答案的话, 你可以把它就是加入到的这个你的问题里面, 去更好地去监督整个的这个价格的改变, 好,下一个, 按你的理解就是在这个供应链里面, 它AI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这个就是焦点的这样子的一些区域, 你说实话, 数据分析, 不管你在这个科技方面做什么东西, 它越就是综合性的这些字眼或者是东西, 如果你使用其他的就是不是自然的启发的话, 你可以在那个区域呢, 使用就是供应链方面的这些内容, 如果几年前你使用这些的话, 它们可能会说数据分析的话, 我们有就是反各种不同的分析, 在这个例子里面, 然后这个AI是比较有竞争性的竞争区导的, 现在是不太一样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去定义它, 但是当我们部署了这些功能之后呢, 那就是我们学习的, 然后我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当我们定义了这个AI之后呢, 我们就会说, 对不起, 这个是不管是怎么样, 它只要是会影响你的表现的话, 它就会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就是供应链的功能有所改变, 下一个来看一下, 这个可能是中间的你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去用AI, 来去提升到系统的这个功能呢? AI怎么可以帮助这些,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 它们可以也有很主要的这个扮演主要的角色, 它们就是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些了解, 所以很多的这些公司IUC, 它们就是有这个功能, 不仅仅是一些就是显示EAP, 比如说你们的这个就是制造业等等, 它们我的这个作用的就是, 我的可以让我们可以不仅仅是, 还有就是内容的分析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可见性, 可视性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让我们收集可视性的这些数据, 然后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些数据的这个就是, 运作或者分析, 还有我们的ESD和等等可持续性等等, 都是很重要的, 当你把这些放到你的系统里面,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系统EAP, 或者是购买等等呢, 把这些信息把它就是加入到你现在的, 或者未来的供应商的这个方式做法上面呢, 都是很重要的, 很能够改变趋势的, 比如说有一些新的这个商业模式, 或者让你们有更多新的这些做法, 所以这些就是数据的可视性是很高, 很重要的, 还有另外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就是说关于我们如何可以, 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那些应用程序, 他们会有用, 比如说他们的这个电邮里面, 你们正在使用的这些电邮, 然后在他们的这一个就是电邮里面, 他们可能, 比如说它不是ELP, 或者是完全的这些数据等等, 无论如何, 如果他们就是非常的就是, 就是比如说从这些数据方面呢, 有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干扰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整个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整个的这个架构, 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再次去考虑你的各种不同的这个位置和计划和考量等等, 然后这些听起来就好像是科技小说一样, 但是它会越来越多的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这个可视性, 对不对, 这些公司, 然后他们可能有新的这一些要求等等, 很多我们面对的一些挑战, 就是这样子的一些服务器, 欢迎大家, 如何去满足达到更多公司的要求, 在使用这些数据的同时还满足这一些, 谁想要更好的去回答这方面的问题呢, 谁可以回答呢, 有吗? 我只是要说可能有一些关系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信息, 他们问题都问关于算法, 还有在这个运用程序方面的内容来去看, 还有资源的这个部署分布, 当然,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作为一个就是网络, 比如说传统的来说, 在我们的这个就是colonization的那个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重新的这个补足, 基本上我们可以就是运用在这以上, 可能这个跟你的这个问题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看了这个就是问题, 我想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回答, 可能我可以就是来回答一点点关于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来说, 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AI的这个模式是自从局限的这个数据去产生的, 有时候它的解决方案不可能不会马上的就变得很清晰, 比如说有时候比如说例子像Google的工具, 它产生的一些比如说照片, 像狗儿和猫等等, 它们不是真实的照片, 它们只是这个生成的照片, 但是它可以通过收集来的很多猫猫狗狗的这些形象呢, 就是生成一个非常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在这个部分也是还有其他的问题, 不要忘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很出名的一点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伊朗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社区里面, 它们就是讲关于这个就是可能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分布, 比如说它们叫做Forsi这个系统, 然后把很多的这些想法和一些决策把它翻译出来去更好的理解, 是的,很好就是有很多的就是百分比就是百分比和改进的百分比等等呢, 我可能我们可能需要做一点点的工作, 再来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建议就是, 就是你可以就是自定义这样子的一些内容, 然后比如说直接插入, 然后开始去游玩, 然后不仅仅是一个软件, 然后不仅仅是数据,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就是因素你要去考虑, 然后更加复杂的这些AI的这个模式呢, 可能会提供更好的结果, 所以然后可能会是很好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觉得你需要更好的去了解你的数据的这个内容, 可以把它就是就是概念化,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你可以有更多的更, 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这个预测, 比如说像Lata的这样子的一个自定化, 然后他们就是使用两种不同的这个内容, 所以可以让更多的就是在有按需去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预测可以更加的准确, 那最终呢, 它不是一个就是公式就可以去计算出来的, 其实我并没有任何的答案, 然后我觉得呢, 这里没有确确的答案, 我们需要看情况, 比如说我没有一个答案说你说我想要就是增加我的公司的盈利5.5%, 然后给我们一个预测这样子的模式, 我觉得不是那么直白,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完成的, 那有时候我们需要去学习说每一个模式怎么可以更好的就是提升, 可以变得更加的准确, 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内容的情况之下, 还有你想要预期的答案的话, 会有不同的这个结果, 好的, 谢谢, 然后, 如果你看到任何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来这里找我们, 然后我如果还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只是按照你们的这个问题的顺序来回答好吗? 然后还有任何的问题, 你想要回答的吗, Kosta? 是的, 然后刚刚跟你之前提到的这个论点有关的, 其实非常的难笼统的去定义, 每一次您就是随机的去进行一个预测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客户的预期预测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知道这个用传统的方式都非常难的去笼统的定义, 那在特定的情况之下, 才更好的去局限, 所以即使在正常的传统的方式都非常难, 在人工智能的情况之下也是一样的, 因为每一个的应用程序都有不同的这个内容, 也是非常的难的去给它定义下来, 所以有时候最好的这个表现, 有时候是来自于最糟糕的表现, 你知道吗, 所以作为这个人工智能这样子的一些方式呢, 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可以定义下来非常好, 但是是非常非常难去笼统的定义的, 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的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也要就是尊重呢, 在每一个情况之下都会有一些模糊, 不太清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正常的, 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来回答, 我这里看到有几个问题来就是提问我这里的, 其中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 关于AI方面, 人工智能方面相关的这个道德的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然后AI并没有使用这些信息, 因为我感觉一些人们有这些人, 但是这不是真的正确, 因为想象一下, 那么从数据, 并没有表现你的AI不会使用人种来做一个决定, 这个是非常棒, 再次感谢各位的时间, 参加我们一个小时的会议, 非常感谢Jesil和Jell, 非常感谢我们通讯团队, 因为MIT帮助支持我们, 那么在11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活动, 好的,大家再见, 那一句话,